大家好我是滴瓜 然後有點小段時間沒有拍影片 然後今天是大榔頭推出的第二天 然後我在昨天剛推出的時候我就抽到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身上在前不久我就 就是花錢去弄紅票 去為了買這支 然後這台紅票就全部燒完 所以我現在沒有紅票 就是抽到大榔頭 這次大榔頭很長 射程有10 效果其實還不錯 我有在路上試玩一下 因為射程還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我還用不太習慣 你看他攻擊頻率其實很高 他的左鍵真的很快 然後右鍵其實也差不多 然後 我的三把裡面比較長的 因為第二名就是這個 好 右鍵可能短一點因為他只有8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這作為最長的電鋸 這是標準的站也可以砍地板 這樣 那 有那個奇怪的聲音 好 好帥喔 好不要管那支電鋸 那 他的距離其實 在實戰中還不錯 然後 怎麼講呢 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好 可是我目前還沒有跟 我還沒有跟武藏 對決 因為我只是剛拿幾天拍 恩 今天就晚了一天拍 而且拍完後還要等 所以我大概 我的明天才會丟到Youtube上 那我覺得還不錯啦 對啊 就是 那就差不多這樣吧 就是可以 希望就是大野都可以抽到 我覺得還蠻不錯用的 這應該可以 爆頭 呵呵 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知道的時候就超想要的 對啊 好啦就這樣吧 到時候 可能過一陣子我才會放實戰影片吧 對啊 喔他切槍是這樣 超帥的 其實你會看到 這邊是跳出一個 鐵錘的場 然後 美國隊長的影片 恩 懶的是做 對啊 做了有點久啦 算了 就是等我要說有空的時候 再把它做出來吧 大概 大概還要在 在 鐵錘之後 對啊 因為 爹傻老實講沒有什麼 比較好玩 而且我的影片也出過很多類似的影片 好啦就這樣吧 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 大家再見 掰掰